Hello,欢迎来到加持桑的模玩分享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由万代在2006年发售的COR系列 Kamen Rider Gatak 由于整个玩具是非常老了 可以看出这个开窗设计上是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整个包装的正面是有一小块的开窗 然后不管是正面或者是转到背面来看 上面的一些官图POSE或者是玩法介绍 以及一些写真 排版都是密密麻麻的非常紧凑 然后拿出里面的内包装 整个吸塑包装内的排版也是非常紧凑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它有两个好处 首先就是比较环保 其次就是收纳的时候比较省空间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透明的吸塑包装 可以看到内部除了一个整体 就是附带这个Gatak的装甲 还有一把双刀 以及一个合体前的Gatak Zektor 此外玩具本身并没有附带说明书 因为玩法非常简单 就全部印在了这个包装的背面 由于该玩具的生产年限比较早 再加上本来就是一个面向与低龄向的产业 从正面来看并没有给到敷衍细节 转到背面来看 螺丝孔更是多的吓人 玩具整体高度达到了17.5厘米 与常规的SHF摆在一起还是比较违和的 然后就是本款玩具的一个核心玩法 在嵌到好整个装甲以后呢 按动这个变身器 它就可以进行Cast Off 从我们手指的假面形态 变成一个骑士形态 此外呢 玩具附带的这个双刀 也是可以像剧中一样组合成一把钳子 那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问吧 配件里附带的这个Gatak Zektor 能不能替换到这个腰带上 是不可以的 这里它是碾死的 然后这个变身前的这个Zektor呢 它背面并没有什么连接结构 抱甲后的可动 头部并不能进行上台下低 而且平转幅度非常的小 手臂部分前台可以360度旋转 但是不能平台 在二头肌部位呢 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曲肘达不到90度 手腕部分连接关节为球关 可以进行小幅度可动 手掌部分为了能方便握持武器呢 可以进行四肢可动 腰身部分没有任何可动 下半身前踢接近90度 后踢接近90度 侧踢30度 大腿部分可以进行360度平转 曲蚀90度 脚腕的连接处也是球关 有一定幅度的接地性 总结一下COR产现的玩具 并不能搭配SHF 但搭配F2S可能还是可以的 可动部分极差 可以说是送的 毕竟整个玩具的卖点 就是那腰带的一键爆甲 然后本款刚走在咸鱼上的价格不太友好 非收藏向玩家不太推荐购入 好的 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